大家好,我是唐丽琪,又到了周报时间了 我们来看8月29到9月4号这一周星象如何呢 这个8月大家辛苦了,我们再熬一下 因为9月即将有很多变局出现 使得某些辛苦啊,沉闷啊,终于告一段落 因为该开刀的开刀,该治疗的治疗 该辛苦的辛苦也都已经努力过了 所以我们问心无愧啊 太阳在处女座,健康问题啦 或者是工作的问题将会是这段时间 让我们比较伤脑筋的地方 而且呢,在周一开始 金星就要进入天秤座了 金星天秤是落入强势位置啊 所以我们可能因为有好的盟友而获得利益 或者是我们很想要谈论婚姻关系 或者是很想要好好的跟对方沟通 可是这也预演了下半年 沐天对分,也就是说很容易产生对立 所以吵架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不妨吵一吵,因为不会分的啊 那么再来,未来两周是土海最紧密的时候 所以咯,可能还是世间有很多苦难 可怜的人需要我们帮助 这个时候最需要慈善的力量了 可是也代表着世界上各处 未来两周灾难频频 此外呢,也正式开始水星逆行了 从周二开始,连续三周水星都逆行在处女座 它会帮助我们检讨我们在工作上的疏失 我们有没有什么细节不够完美的地方 不够注意的地方 退下来,我们可以让它更完美 所以是友好的,积极正面的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了 以工作上来说,白羊鸡牛天蝎双鱼座,请注意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这一周很适合展开新计划 所以做任何事情不要停下脚步 勇于开创 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有什么健身的计划 或者是饮食计划也都很适合展开 另一个是金牛座了 金牛星座在工作上呢 有盟友跟你一起共同商议 有专业人士互相帮忙 都可以使你的工作成绩更加出色 另一个则是天蝎座了 这些星座的朋友就是完成工作 你没有别的理由可以推卸 就是埋头苦干 我相信在你努力之下 可以在进度之内完成 幸好 另一个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你的工作跟沟通有关系 可能要不断地说话 不断地通讯电话 或者是信件来回 都很好脑力 所以请好好休息哦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巨蟹、天秤、射手跟水瓶四个星座 巨蟹星座的朋友 感情方面有点阴错阳差 你喜欢的不喜欢你 或者是不喜欢你的 却很常靠近你哦 的确还蛮让你情绪波动的 另外一个是天秤座了 天秤座的朋友 在这一天呢 你的本身的某一些特质 就散发出足够的吸引力 比如说别人会觉得你风采很好 或者是品味很棒 或者是给人一种很稳定 很稳重的感觉 这都是你的强项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了 射手星座在感情方面 你有点钻牛角尖的倾向 而且你会陷入自己内心的小剧场哦 这是很不好的 因为外面的那些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生什么气 或者你在烦恼什么 那说出来比较好哦 另一个则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 你的拒绝沟通是最大的麻烦哦 因为你老是觉得别人不懂你 但是反过来别人也这样觉得哦 所以你们可能需要类似一个中间的合适了 来帮你们串联一下比较好 来看金钱方面咯 那是狮子跟处女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金钱方面 你有点一毛不拔的倾向哦 或者是别人觉得你有点小气 那这当然就不太好了 也包括该花的钱不花 或者是在用度方面比较苛刻哦 这也会妨碍很多事的进度 另一个则是处女座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这一周你可能是在管钱的人 所以金钱在你手上来来去去 或者是要报账了 要报税了 要跑银行了 这一类事比较多一点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就是双子跟摩羯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身体不好了 那主要也是跟饮食有关系 你吃进了什么 或者是最近是不是有失控 或者是太贪吃什么东西 这都会造成健康直接的影响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就是休息 你已经很需要 到了冰临快要崩溃的边缘了 我是说身体方面 所以睡眠是会帮助你治疗回来 不用看医生多睡就对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